议考生的进退两难 通知一下 三个月的议考封闭式集训 明天就开始了 你们自己过好准备 你给老板请假 你还没 不是我说你们一点也不着急呢 啊 那么爱上文化课 收的东西上文化课 真以为议考那么容易呢 啊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看看每年北武中心能录取几个 我不管你们啊 明天晚上12点 有接送集训班的小巴车 在门口等你们 自己看着办 你们要去集训了 你们俩请假了没 啊 请了 你找我老板请了啊 哪敢呀 我让我妈打电话请啊 你俩真可以 不嫁了没批 就开始收拾东西了是吧 请假三个月 真敢请啊 三个月不碰文化课高考别考了呗 老师 我们一考完就回来补文化课啊 补 拿啥补 谁给你补 你集训完回学校 跟得上教学进度不 咋着 到时候学校给你俩议比的吧 老师 我们俩这个复习资料都拿着 集训的时候我们会自学的 自学 你们艺术生出去集训 不就跟玩一样吗 放三个月的谣 哪还有心思学习 一生就爽 都不用学习 你俩过你啥呢 赶紧往处走 小八成门口等半天了 好的老师 买份就来 等等 我假批了就往处走 谁让你们走的 走还是不走啊